歡迎收看4月23日 《明報溫哥華》5時半新聞 請問今天有什麼新聞提搖? 溫哥華警局掃毒小組逮捕運毒疑犯 9人因為違憲被撤訴 蘭加拉縱火疑犯阿里出庭 省政府推行出口導航計劃 幫助創業者出口貨品 根據CBC報導 溫市市警毒品小組由2016年至今 有9名在大型掃毒行動中被起訴的疑犯 最後被撤銷控罪 報導說 溫市市警最近幾年執行4項大型掃毒任務 雖然每一次任務都有提出起訴 但最後因為負責調查的警察違反憲法 而令控罪被撤銷 代表其中3名疑犯的律師Neil Cobb說 3名當事人的案件 足以顯示溫市市警的調查手法 但負責大型掃毒行動的溫哥華市警警司波蒂厄說 越來越多疑犯似乎利用憲法作為擋箭牌 逃避司法後果 強調警隊不認為司法公義會就此結束 蘭加拉學院縱火案疑犯的保釋聆訊 今天在溫哥華緬街省級法院再次召開 和以往不同的是疑犯阿里這次未有上庭過堂 只是透過法庭視像出庭 另外疑似是阿里的親友也來到法庭 當阿里出鏡的時候 他們竟然全體起立 停警見到後就立刻勸了 叫他們坐下 阿里的髮型也有所改變 原本的短頭髮變了光頭 還留起鬍 也肥了一點點 她身穿紅色的籌衣 雙手交叉 握緊拳頭 坐在椅子上面對鏡頭 今次出庭不夠5分鐘 案件押後去到4月30日再審 之後疑似是阿里的親友 就談了一會兒 之後就匆匆離開法庭 省就業務及科技廳長賴慈順 今天公布推行出口導航計劃 為原住民、女性及青少年持有的公司提供支援 幫助公司將貨品出口至國際及其他省份 這個計劃會為本生企業提供出口業務相關支援 包括在社區設立出口顧問、聯繫企業 並且為他們密識能夠設合個別企業獨特需要的服務或是項目 省夫說這些經過特別培訓的顧問 可以以個人化、按部就班的方式幫助企業 令他們更容易將貨品出口 加拿大聯邦小型企業及出口出進部部長吳鳳儀說 計劃可以幫助有心托展公司義務的創業者 同時也可以帶來就業及經濟增長 省夫說會先在未來兩年投放200萬 而第三年的部款就會視乎計劃的成效而定 而聯邦政府就會在未來三年提供多達225萬元 令擴展後計劃的總撥款增加去到425萬元 溫哥華明天氣預測天晴 氣溫7度至13度下雨機會10% 接下來看看加東和香港新聞 隨著天氣越來越暖 多倫多的戶外活動都越來越多 但是身邊就很多朋友說多怕去人多的地方 不是因為怕和人迫 而是一年前發生的一件事 令很多人現在都怕了出街 相信大部分人都有印象 在閉約客硬街曾發生貨車撞死10人的悲劇 事件已經過了一周年 但死者親人和事件目擊者仍未能平復 註冊心肺復甦培訓師Tiffany說 當日她帶著自己一歲的女兒 和一位朋友在外面吃午餐 事發時她安排好自己的女兒之後 就衝進現場幫助4名受害人 對她們進行心肺復甦急救 她說雖然現在事件已經過了去 但有時聽到街上汽車經過的聲音 她瞬間又會想起那一天 那一輛橫衝直撞的貨車 現在看香港新聞 即使如果飛飛客體驗不到東西 都真的挺可怕 最近就有兩名國泰機長 在飛行途中失去市力 其中一人更長達半小時 而需要副駕駛員 在餘下的行程中繼續操作飛機 國泰當局就說事件嚴重 會下令調查 預計調查時間需要一年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的丈夫潘樂圖 被挾發她在屯門的獨立屋 涉嫌遷建一個泳池 案件今天在西九龍裁判法已經裁決 但她卻沒有道庭應訊 裁判官最後裁定她一項違法建築物條例 票控罪名成立 罰款2萬元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郭卓安今天出席活動 她就大讚過女窩心 搞了自己連條命都給她 她的脾氣都轉化了 以前她們都會脾氣大一點 現在脾氣整間屋都會靜一點 溫和一點 同意 現在學習是慢的 學習了 對 吞後逛 吞後逛 未必一定要吞後逛 不過這個想法也不錯 原來慢一點的話 脾氣會好一點 脾氣也會好一點 因為那天沒那麼心急 沒那麼犯錯 你怎麼心得去給她 對 怎麼應該怎樣去 不用 慢慢你一路 每天看著她長大 你真的連命都給她 現在已經是 是啊 尤其是女兒 一定很窩心 女兒是會走進爸爸的心裏 跟兒子又不同 兒子我發現 要去入她的心 想她究竟要想些什麼 OK 但女兒又真是 可能這個是天生 她們有這個能來 會哄得你很開心 嗯 偏心的 偏心的 也會一點 一點 其實是不同程度的關心 應該看兒子和女兒的需要 去照顧她們 又不可以偏心的 我分得很好 《榮報》溫哥華 5時半新聞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榮報》溫哥華